肺炎更名为新冠病毒感染 但从老百姓实际的感受 其实他的肺炎的人数并不少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我们之前 在这个每一版的诊疗方案里边来讲 轻型就是它是 比如有发热呀 咳嗽啊 咽痛啊 这样的一些症状 但是轻型是没有肺炎表现的 那么在这个普通型 普通型就是出现了肺炎了 2022年我们国家的 奥米克罗临床病例的 这个分型情况来看呢 出现这个肺炎 也就是说普通型的这个占比 它的这个占比还是相当的低的 就是不到10% 不到10% 大概是8%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占比 那么现在我们因为感染的基数大了 那么感染的基数大了呢 那它出现这个肺炎的 这个绝对数值 它一定是大的 因为再低的比例 我们国家这个人口基数大 所以呢 那么变成绝对值的话 它都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那您觉得预计 我们春运 尤其在这个时候 我们在1月8号 实施了椅类椅馆 这个高峰会不会超过前 变的那个高峰 因为我们国家这个人口啊 主要还是在这些大城市嘛 就是它的这个人口 一个是数量大 再一个呢 人口密度也大 这些直辖市省会城市和主要的中心城市 已经度过了感染的高峰 其实现在有一些中小城市 包括农村 其实它的这个 应该说感染的这个率啊 也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程度 所以呢 我认为在春运期间 春节前后呢 不一定是一个感染的高峰 但是有可能会出现急诊和重症的高峰